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见8讲 Olens 一个产业表现出来 那么你们跟各位先解释一下 怎么样是把《霸王别姬》拍成3D电影 好的 其实金剧它是中国的国具 它博大精深 我认为它是一门高贵的艺术 但是它跟今天的观众之间 这种审美的距离显而易见也存在 因为它的城市 它的昌年座大 它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那种 比较系列的一种表演方式 跟今天的观众 特别年轻观众的审美欣赏习惯 开始产生一些距离 但是它又是如此的丰厚 如此的具有文学色彩 所以我作为导演 其实和很多艺术工作者一样 其实我们在想 就如何让这门代表中国文化的金剧 能够更广泛的更久远的流传下去 需要一些方式 需要找到一些路径 那么这次我接手拍舞台版的金剧电影《霸王编辑》 我们可以用一些新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表现 事实上它也适合金剧 我相信金剧也会拥抱最新的方式 因为金剧本身 从它的历史来看 它本身就充满着一种改革的精神 一种创新的精神 特别是梅兰芳大师的出现 将整个金剧的畅念作大 包括服装色彩 表演身段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成功的改革 所以业内有句话说 梅兰芳的出现 让原来的听金剧变成了看金剧 那么到了今天 事实上最新技术出现 金剧也应该拥抱它 我相信金剧不会拒绝它 3D技术的出现 让整个层次丰富了 3D技术的出现 让人们的视觉的享受 又有了新的冲击力 再加上3D技术出现以后 这个听觉技术 特别是两年之前 这个出现的 埃德蒙斯的这个 全景声的声音 一起引进的话 我相信对金剧的 一方面经典的保存 另外在今天的创新突破 一定是有价值的 所以综合考量 当然我和我的团队 也专门到大学里面 去跟年轻人做了一些调查 他们的反馈也告诉我说 如果你用3D的手段来拍摄 用全景声的声音来描述的话 我们有兴趣的 我们都想看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好 如果年轻人们 有这样的一种心情的话 那么10个人看了以后 有若干个人在内心留下了 对中国经济的一些基因的话 那么中国经济的 这个源源流产的 继续的传播下去 是有希望的 3D手段也许还能吸引孩子们 拖着父母们一起来看 所以就大概的一些想法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大片上映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这个电影如果是制作力 制作非常的宏伟的 然后是值得去看3D版的话 我会去电影院看 那么同样京剧 我也会认为是这样 就是说京剧它是一个舞台的表演形式 它最好还是要亲临现场 然后感受表演艺术家的一些 就是这些激情 然后这些声音表演方式 这个怎么样把这个方式 转变在这个3D电影上 相信是有一定困难的 那您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事实上这个要完整的表现舞台的京剧表演 第一次或者初次的感觉会有些难度 但是我相信京剧电影 这个它首先是京剧 我会原汁原味的保留它的精髓 但它更是电影 所以我要用电影的方式 电影的手段 电影的这种整个私听的这种效果 来全方位的 更准确的表达人物角色的 所有的这个一朝一时 比如说在影像 用影像来叙事 舞台上观众出了钱 买了一张票 坐在一个恒定的位置上 保持恒定的距离 从头到尾看了一部一出戏 他能感受整体 但是他一定对局部 对特写对眼神 对这种细微的反应 感受就会比较弱一些 而电影大大弥补了这个缺陷 第二 在角色的调度上面 主次的分明 角色的这种内心的 剧烈的活动 通过镜头的表现 给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典型 更加的突出 所以进一步强化了 戏剧的表现的张力 第三 对人物内心的活动 特别是情绪 人性 在爱情的一些爆发点上的 一些人物内心 比如说眼神 比如说脸部的细微的一些表情 通过镜头的特写的方式 我想传递给观众 更加的会强烈 当然电影还有其他手段 特别是声音 这次艾德摩斯声音的出现 将剧场的感觉带到了电影院里 但是他在演唱 在奸奏 在方方面的声音的效果 又比今天剧场里面的声音 更加的丰厚 更加的包容 甚至他有一种空间的一种感觉 当然舞美方面也会有很多的突破 所以他不是简单的一个舞台的照搬 一定是一次全方位的一次突破 但是我再三强调 他一看还是景剧 还是东方的迷人的这么艺术 所以我想这点我是有信心的 您刚才提到这个眼神 就京剧里 我们知道其实京剧在艺术家表演的时候 这个脸上的这个makeup 这个化妆是很丰富的 我有一个很大的concern 一个担心就是说 他国外的观众看这个的时候 他首先懂不懂欣赏这类的 从化妆到表演方式来讲 甚至是包括可能能不能看懂 这个艺术家在表演这个眼神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 当然我们中国的观众是容易看懂的 对西方的观众来讲 确实是有点难度 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的 这位文化使者 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 用文化交流的方式 来加强彼此的沟通 来加强彼此的了解 我相信这是个过程 就像西方的歌曲刚到中国一样 其实中国观众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但渐渐渐渐的都在了解 都在理解 那么金剧从他的这个化妆表演也好 他更重要的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一个一个经典的故事 美国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 中国的历史已经追溯到两三千年了 这带来的霸王别记就是 两千两百年前发生的一个 久远的臣富于世的故事 爱情故事 对 它还不仅仅是爱情 这是一个末代枭雄 与他的爱妾的一段 这是悲欢离合的绝唱 所以这里面融入了很多人性 这个爱情 还有对自己的打下的这个 就是那个就是江山的一种正确的认知 和过于狂妄 甚至最终走向没落的这么一个过程 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解读这部剧带来的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的一种思考 所以我想这个剧不仅仅是舞台上的一出精品 对今天也是有价值的 那么我们在整个电影上面 可能我们会中些剧情的介绍 中文英文的 整个念白唱词 我们都有中文英文的这个介绍 社会有字幕 全部有 相信这样的一次一次的中英文的介绍 我想中国的观众 特别是我们在洛杉矶 这有美国的那个华人 他一定是能明白的 很多美国朋友通过这样的字幕介绍 通过我们这两位最优秀的中国经济演员的表演和一大批优秀的卡斯的一起参与 这部经济其实是容易懂的 他有西方这个历史上的史诗般的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影子 也有缠绵的爱情 当财民的爱情和整个大厦的那个基业最终要崩塌的时候 这里面人性的爆发点就一下子崩发 所以给人一种很深的思觉和听觉的印象 是 好 非常感谢滕老师广告回来告诉您更多 欢迎回来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滕老师继续做客们节目 滕老师刚才那个您提到这个霸王别姬这个内容 我们知道大部分应该人都知道霸王别姬的这个故事内容是什么 但是还是想请您讲一下 其实我们在以我现在看来 我会觉得说会不会这个 这个他的做法会有点极端呢 就是说 其实不必要那么自暴自弃 好像在河边自杀了 好像见不了这个乡亲父老 然后就好像很史诗般的 然后跟自己的这个爱人告别了 但是其实不如 以我现在看法 我说不如就是说在东山再起 不要那么的 不要那么的极端吗 是 其实继续也告诉我们 或者说司马迁的那个相遇史记里面 本记里面也告诉我们 这个可能是有的 他可以继续回到他自己原来的江东 重新这个 那个从政旗鼓 但是这跟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他是一个极端的这个 英雄主义者 他当时一路起义 那个推翻这个秦皇朝 他是一个有功之臣 而且一路下来也挺顺利的 一下子打香了一片 那个他自己的那个甲业维也 但是他有他的落点 英雄好胜 刚愎之勇 容易被人这个激将法 这样 往往在人们激将法的那个调说下 他自己会莫名其妙走上一条不归路 所以我在电影里面 其实有一个用电影的方式 有一个隐喻的镜头 就是项羽的背影 我第一个镜头是他正面 不可一世的冲着镜头上来 这在舞台上是不大可能的 京军的城市往往绝对不是这样的表现 但是我电影可以 但我第二组镜头 第二组镜头转身就是一个背影 进入他的金碧辉煌的宫殿 这个背影看上去很魁梧 看上去也不可一世 但是我要告诉观众的 项羽的背影 背影 由此开始了 因为他目空一切 他傲视一切 他听不见别人的劝阻 连他的忠诚爱将 甚至自己的爱妃的劝阻都听不见 他就被韩信一次挑拨 就闯下了这样的一个 不可收拾的一个场面 后面一组一组 一步一步 他的背影一直到乌江边上 他用一身凄凉的背影 走向滔滔的吴家墓边 在众目睽睽下 拔剑之吻 这就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 或者他的悲剧性格也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但这个任务是可信的 是完整的 中国历史上很多具有勇猛性格的将士 往往都有这样的一种性格 最终的归途也差不多 其实他给今天也有些警示 宁愿战死沙场 对 也不要被这个驱途回到自己家乡 或者说这样的典型 在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面 艺术作品里面也是有出现 所以他就构成了一个很完整的戏剧冲突 在戏剧美学上是一个非常有亮点的一个角色 那么在我们电影美学的构建过程当中 就进一步强化突出了他 所以将这个审美又有了新的建构 又有了某些当代意义的提升 那么我知道这次这个霸王别姬这个电影 还是有请来非常著名的两位国内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那么请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首先介绍的是项羽霸王的扮演者 上长荣 上先生 上先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京剧师大代表 名诞之一上晓云先生的儿子 今年已经74岁高龄 但是他一生惊奇神一点看不出 整个戏剧电影表演里面 从头至尾 唱年作大 特别是全场的武打 他没有一个提升 没有动作提升的 全由他一起合成的表演 而且我们拍摄是在去年的7月份 正值是连续20多天的40度的高温 穿了盔甲 这个一路一路的开打 表现出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和艺术家的一种职业的风范 他目前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主席 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国舞台艺术的一个 没有争议的领军人物 也是很多大学里面的兼职教授 所以上先生是今天呢 我们中国京剧中戏剧的一面旗帜 扮演余剧的这个演员也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重要 他叫斯依宏 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 梅派艺术的现在最有代表性的 这个中青年的演员之一 也是这个领域里面的领军人物 而且他扮相非常的俊美 这个唱腔非常的这个清理婉约 而且有一首很好的这个武功 特别梅先生呢 那段著名的叶生成伴奏下的武剑 这个在斯依宏的表演下面 一气呵成 而且这个初见运气 身段转身 是那样的既柔美 又表现了当时的一种 七晚这个绝别之前的一种心情 所以有很多专业的角度可圈可点的 所以这两位现在是目前 中国大陆金剧界的领军人物 标志性的人物 领军人物 对 您刚提到这个就是 叫很热的情况下 还穿很多盔甲 对 我相信很多表演的时候也不容易 那这让我就想到一个 就是说在3D电影当中就会有一些 我们经常看到可能这个主角已经在你眼前了 对 这个怎么样 这个以3D形式表现精具的这些动作场面 能够我们讲解一下 就是说会不会也是一枪打到你眼前这种 比较这么震撼的场面 好的 这个主持人其实很专业 我相信你们年轻人对3D电影的关注 就像你这样的专业一样 事实上3D电影它有一个前提 它需要更多的层次 更丰富的层次 所以我们在拍摄当中对整个舞台 对整个背景做了大量的这样的考虑 周密的研究 第二 它有很多的调度跟平面的不一样了 比如说您刚才很专业的说到 需要哪个纵向的调度 原来电影舞台上都横向的走 横向的表演比较多 对 但是现在到了3D的镜头前 纵向的效果就产生了一种 3D的这个独特的视觉的那个现象 所以我们对一些表演 在不损伤它的这个精髓的同时 舞台上做了这样的调度 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些出屏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轮东西 比如说甩水修 比如说出箭 比如说出枪 等等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精心的营造 我们做了600多分镜头的一个剧本 在每个段落里面都做了精心的考虑 首先出屏是一定要的 比如说轮榜文 比如说喝酒以后闷闷不乐轮杯子 比如说天气变化 乌云翻滚的一道闪电 直接会吃到观众的眼前 让观众不断的有种兴奋 吓一跳 我中间有很多开打场面 突然枪就吃到你眼前来了 或者那个雨季无间的时候 也有这个效果 在这样的效果营造情况下 第二我们也很科学的按照观众速度的要求 进行了一些取舍 不是说越多越好 不是说这个不断的这个来刺激观众 达到一种这个简单的预约 不是的 跟着内容走 跟着很科学的人的生理的要求走 所以整个3D电影 我们这里面有不少这样的惊险的镜头突然出现 但是整个安排还是科学的 合理的 符合剧情的要求的 在这个节目最后我想让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就是其实我作为一个非常尊重这个传统 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国粹的艺术表演的一个 就是很欣赏这方面的来讲 那我觉得很想很讨厌去就是承认说 这是一个比较可能不能说没落吧 或者一种算是一种艺术表演形式 但其实的确是这样 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变脸也好 或者是相声也好 或者这种传统的这个艺术形式 在一点点的就是越来越少人去看 会去欣赏也会去支持 那么您作为这个资深的导演来讲 您怎么样看待这一个现象 从我内心角度来讲 一定不想让金局过早到进入博物馆 事实上他也不会进入博物馆 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 他会跟今天渐行渐远的 由此我想我们用各种手段来表现 特别是用电影 3D电影的方式 中国金剧以前其实是缺导演缺剧本 我理解 二三四年前他缺剧场缺钱 现在其实国家发展了 文化在提升 地位在提高 投入国家投入也在加大 剧场其实到渐渐游了 钱也渐渐游了 但现在最缺的倒是观众 观众在流逝 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在流逝 所以我们拍这部3D版的 加上艾德蒙斯的电影 其实不是金上天花 我理解称是雪中送炭 这个雪是观众的流逝 这个炭就是我们用今天的电影方式 今天观众习惯的 向往的表演方式 特别年轻观众喜欢的3D的方式 来做一个融合 让今天200多年的金剧 重新焕发出他的青春 用200多年的金剧 跟今天的视听科技 做一次美妙的融合 产生新的魅力 我想这部电影不可能包打天下 也不可能牢骚统治 但是在这方面的努力 一定会有它的价值 会有收获的 所以感谢凤凰卫视 能为这部电影 做出它的 你们独特的 有权威性的传播 我也相信 我们很多同行 会一起来做这方面的努力 好的 非常感谢滕导演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下一期再见 谢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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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